午安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线上面对缅中午来相见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中午12点不见不散 麻烦大家帮我按赞分享 然后双开多开 然后赶快把这个连结传出去 因为最近我的节目一直被告诉说 我找不到我的连结在哪里 可能这个活力太强大 所以被民主了 太有意想力了 所以就麻烦大家帮我把这个连结 多多的分享出去 不然的话据说连有按订阅的人 都收不到我的连结 这是有没有有没有 我觉得很骄傲 我被民主我骄傲这样子 那这个星期呢 当然是大家号称就是什么战斗州 因为立法院要开始 不是那个河州啊 这战斗一个星期啊 因为立法院星期五要表决 那在表决之前呢 其实已经有人在那边 遍地开花了嘛 对不对 到处烽火连三月啦 加速要抵万斤了 这不是这个柯总照 水来了谢谢谢谢来 要喝水我也要喝水 不然人家骂人 对对对谢谢 那柯总照也是讲那个嘛 好所以今天我就特别 因为我从上星期啊 大家都知道我一路气 从那个时代杂志开始 这个我就一路气气气气气气 气到昨天看到那个黄埔的新闻 特别再请了这个 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 肖旭成 旭成哥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 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总统的脑袋 到底在想什么 而且重点是为什么 他一直要托马英九下水 对好 介凡好 凡哥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谢谢旭成哥真的百忙之中 又来到我们节目了 这个确实啊你看 先是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他故意那个两国两岸 然后在模模糊糊 然后就说没有啊这个 那个蔡英文也提过 马英九也提过 对 你蔡英文提的 跟马英九提的 其实就已经不一样 然后你还要说马英九也提过 这个是一 拖下水 然后黄埔 黄埔军校 你如果真的那么不屑 你不要去 但是他又很故意 他又故意要去做那边 在那边做那个 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抗中宝台的宣传 对不对 你去了 去了呢 然后黄埔致辞的时候 你又说这个 这个首战集中战 不管接受 这是投降主义 因为他就说这是马英九讲的 然后呢 怎样 这个都一定要 拉马维拉当垫背 他是很心虚吗 还是怎么样 因为不敢骂蔡英文 只好一直拖马英九 所以马英九应当16年 总统现在继续当啦 对 继续马维拉 继续救援 继续救援 永远的救援投手 马维拉 对 其实这个赖清德发表 这个黄埔百年的演说之后 那个郭正亮亮哥 马上传简讯给我 说你们要小心 他说赖清德这次来意不善 他把这个用不点名的方式 把马英九或者是支持马英九 这种两岸交流 两岸和平路线的人 都打为投降主义 那他说国民党要非常小心 他认为这个赖清德不是 不是这个一个蟒夫啦 他不是随便做一做啦 那我觉得他有讲的有道理 其实上那个戒凡 其实从520那一天开始 赖清德就发动了全县总攻击 他已经从520到现在 有进行了三次的偷天换日 第一个偷天换日就是520当天 他说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跟台湾 这三个都是国家的名字 他运用这三合一的台独 中华民国台独化 他把中华民国跟台湾的名字 都变得一样了 这是第一个偷天换日 第二个偷天换日 就是在时代杂志的专访 他说我这个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这个不是我开始的 这马英九也有啊 他讲两岸互不隶属啊 我那时候不是有出来痛批他说 把两国互不隶属 跟两岸互不隶属混为一谈 可是他就是这样偷天换日 然后总统府新闻稿更加无耻 总统府新闻稿把时代杂志记者的原文 我们找来看 他是讲PRC跟ROC互不隶属 结果总统府新闻稿翻译成两岸互不隶属 请问这是两岸吗 这就是也是偷天换日 总统府员工好机灵啊 非常的这个上书大人 上书大人好机灵 第三个偷天换日就是前天 黄埔建校百年的演讲 他把当年革命先烈黄埔精神 是要追求一个统一的中国 没错 偷天换日成为了台独而战 为了抗中倒台 为了台独而战 这第三个偷天换日 你就假黄埔 这三个偷天换日来势汹汹 我觉得郭正亮亮哥提醒我 是绝对没有错 他为什么打早晚马英九 等一下我给你分析 但是他的对象绝对不是只有马英九 他对的就是国民党 或者是支持国民党 或是支持中华民国派的这些人 这三个偷天换日你不要小看他 如果没有像戒凡这样的节目 或者像我们这样出来讲 不要讲久而久之啦 两个月三个月人家就会朗朗上口 他就会觉得这个互不隶属 不就是马英九也讲过吗 胡说八道 黄埔精神本来就是要抗对抗中国的 或者是说台湾以后 就是我们国家的名字 这种偷天换日是非常的离谱 我觉得那个赖清德 比蔡英文还要直接 因为蔡英文还不敢 这么大剌剌剌的做 蔡英文他毕竟做过陆委会主委 他大概还了解一下 这个中间有一些美感 我觉得他今天是无知啊 其实啊 我觉得有一种勇敢就叫无知 他也不是勇敢 我觉得他就是很莽撞 很莽撞 其实蔡英文比较像 他的导师李登辉啊 当然所谓的临近革命 就是说他喜欢慢慢的 神不知鬼不觉的去推动去中化啦 推动这个中央民国跟中央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这种 再国庆讲一下就立刻收回去这种 慢慢的做慢慢做 但是他不会直接那么大剌剌的做 赖清德比较像阿扁 比较陈水扁就是我想干就干 而且他比陈水扁更加的绵密 因为陈水扁老实讲 陈水扁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务实的人 他一开始不是也提出要愿意接受 这个九个公司嘛 被蔡英文拉回来嘛 后来陈水扁是因为这个要选举的 他来推出一篇一国 可是赖清德是在第一天的520 就开始偷天欢日 选上就开始 其实选上就开始了 520是大啦啦讲出来了啦 那我觉得这样下去 我这样讲啊我觉得赖清德的对象 绝对不是马英九 他只是把马英九拉出来当一个杠杠 因为马英九是大咖嘛 而且马英九这个很抱歉的讲 赖清德也很聪明 他知道国民党现在跟马英九的关系 马英九现在跟国民党 是比较存在一种有距离的关系 怎么说呢 就是马英九去大陆访问之后 国民党虽然这个党中央 到这个许多的人物都说肯定 可是事实上国民党有影响力的人 跟一些领袖人物 他们实在是保持距离的 因为他们当然对两岸的路线很保守 很怕被戴红帽子 所以现在只要打马英九 其实国民党方面的 不太有人会出来捍卫马英九 这个是一个事实 我们并不是说国民党这样 我会捍卫他 我并不是说我不是在指责国民党 我只是在讲一个事实 就是说赖兴德很聪明的抓到了 马英九跟国民党之间的距离感 所以他出手砍马英九 果然就是 这也是只有我出来 出来这个 这个所谓的从时代杂志专访 到黄埔这个谈话 都是我代表马英九出来讲话嘛 但是国民党就 比较不会谈这个问题 因为他觉得这是两岸的 比较敏感的 他们宁可去谈国会改革 或是民生法案 可是其实赖兴德对准的 都是国民党 他砍马英九 其实是隔山打牛 他是在砍国民党 那可是就是我讲的 这三个偷天换日 如果国民党不认真面对 其实不要讲2026年的选举 光是今年下半年开始 立法院的战场 他全部都给你偷天换日 他说你国民党推的所有的法案 都是老共指定的法案 对啊 你看傅昆奇去一趟大陆 回来推国会改革 他都可以说是王沪宁指示的 对 那我们去大陆访问回来讲 反射论法 因为台商反应嘛 觉得说选举的时候 那么多台商被约谈 然后都没事 是个恶法嘛 没有 他就跟你讲第五重队 他就说是第五重队 沈柏洋那些人就开始在讲 还有高铁从北京开到台的 那个王一川昨天讲 荒唐啊 这样王一川也可以放心 以后就有靠背了不是吗 对啊 你放心吧 那就让他们继续乱讲 所以我说这些不是乱打的啦 每一个步骤都是有步骤的 这种偷天换日 如果国民党不正本亲缘的去驳斥 我跟你讲过一两个月之后 这些都会变成是是而非的言论 我说我们本来就是两国啊 我们本来就是互不隶属啊 黄埔精神本来就是要对抗中共的啊 不是 然后所有主张两岸的人都是第五重队啊 不是 主张两岸交流的人都是第五重队 然后主张要避战的人都是在地协力者 所以我说啊这些人都是台湾民主的独流 对 像这个主张把这个台湾分成第五重队 把台湾区区隔成在地协力者跟爱爱爱台湾的人 这些可恶的政客跟学者都是台湾民主的独流 真的 而且重点是 他们就是赖清德喜欢的人 他们做的就是赖清德喜欢他们做的事 好 那天在黄埔呢 虽然我真的看的是很不能忍受啦 一个国防部长手不知道摆哪里啦 是难不难看啊 他可能不太习惯了 因为这个我上一次 90周年马英九去的时候 特别把这个资料袋掉出来看 当时陪他是高华柱陪他去的 对 怎么会不知道手要 到底要举手里扶手里啊 你孤立雄是怎样 当律师就不用当兵是不是 我也是不晓得啦 对 然后呢 这个总统 讲话也是很不 反正什么假黄埔讲出来 重点是他在讲那个黄埔的历史的时候 刻意剪掉 他自己剪掉哦 剪掉抗日的那一段 那当年为什么要成立黄埔 不就是因为八年抗战吗 十万青年 十万军啊 对 日本人这样欺凌我们 我们才要成立一个黄埔军校 然后可以来抗日 他为什么抗日不讲 因为他日本人嘛 对啊 我跟你讲 我觉得如果你要讲黄埔的故事 结果你不提抗日史 然后还讲什么 如果哎 你不保护我们台风 金马的这个民众的人民 这个也就是假黄埔这一种 我觉得这个吼 我听完真的是已经 这个他们好像也有在偷天换日 对 对 那个黄埔有一个什么音乐会 的一个通知的时候 他就有提东征北伐 没有提抗战 没有很多人抓出来 然后后面是缴匪嘛 缴匪 然后但是在后来 他们这个公布的全文 他就后面悄悄加了抗战两个字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后来加的 还是当天赖新德总统就有讲 不过我觉得 但他没有讲 照他们这种偷天换日的手法 就像你想想看 那个实在杂志的专访 都可以偷偷的把它翻译成 两样户部隶属一样 这都是事后作业 我觉得这种偷天换日的行为 他大概未来是他们的常态 但是你刚刚讲的没有错 黄埔当时建军 就是为了抵御外伍 这是我们为了统一中国 为了抵御外伍 所以抗日跟抗战 是多么重要的一篇 结果在黄埔百年 几乎完全没有当重点 然后最可笑的是 黄埔创校的校长 叫蒋中正先生 一个字都不提他 为什么 因为他在旧时点说就说了 专制独裁黑暗的历史 我要蒋万安我 翻脸走人 他针对就是蒋万安 所以我蛮替蒋万安市长 你也把冷汗的 他为了就职典礼 调整访问日本的行程 回到台北 坐在总统府乖乖的听 在赖兴德就职演说 就赖兴德第二段就开始 侮辱他的先人 没错 所以我说赖兴德 这个黄埔的讲话 大家不要小看他 他其实在买梗 买什么梗呢 等到2026年2028年选举的时候 蒋万安要连任的时候 他就拿来打了 你的争嘱咐就是 这个所谓的 这个黑暗历史 杀人魔王 所以我们这个黄埔精神 完全都不提他 这是在铺梗啊 所以其实国民党啊 跟蒋市长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这个铺梗是有意义的铺梗 他现在已经开始在定调说 所谓的蒋介石那一段 跟黄埔精神无关 然后所谓的统一中国 那段跟黄埔无关 黄埔就是要抗共 就是要保卫现在的 所谓叫中华民国的国家 他现在把黄埔 试图想要把他跟抗中保台 画上等号 他把黄埔军变成台独军 这是他的最终精神 你知道这些老将官真的是 心脏都受不了 我跟你讲 对不起人家一路打仗 但是戒凡 我要真的语众欣赏讲 他看的不是这些老的 他当然是要年轻人 他看的是当时坐在下面 现在可能80后90后 甚至于00后的 陆军官校的这些官兵 拜托再过两三年之后 他们就变成中间分子 他们认同的国家是什么 就是赖兴德讲的三合一 三合一的台独啊 中华民国等于中华民国 台湾等于台湾 他就是到未来这些 陆军官校的军人 保卫的就是叫台湾的国家 就是把黄埔军 为了推动统一中国敌业外伍 这样的一个创效精神 后天患日扭曲成 保卫台湾推动台独的台独军 但是但是这个东西 他还是用黄埔的精神这样的 然后用假黄埔这样的词 把本来的真的黄埔精神的人 全部打成什么舔贡啦 假黄埔啦 卖台啦 很可怕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民党 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对 出败的国民党出来说说话吧 对不对 现在只有看到几个人啦 志强出来了啦 巧新出来了 然后咧 他们不太愿意碰这个 其他人咧 对 不要这样子啦 我跟你们讲 这个军运动下去 国民党其实2026也不用打了 对这个2028更别说了啦 真的要跟赖清德好好的 不是 赖清德确实也是很讨厌 他到现在有没有上任 这么也上任了 连个国际记者会都不开 连个让我可以去举手提问的机会 都没有啊 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典范啊 对 因为其实有一个人躲得很好 700 718 780 将近800天没有开记者会 对啊 对 也还不是照样的做完 乱七八糟 好 然后呢 那样他在黄埔就讲了一个什么 首战及中战 这是投降主义 我不能接受 他指的就是说 他觉得这句话是 这个马前总统讲过的 好 又来了 马维拉又来了 那我今天就做一个网络投票 从昨天下午开始的 莱斯德总统说 他不接受 首战及中战投降主义 那你请问一下 你觉得他到底想要表示的是什么 2万多票 我们来看一下 59% 我们的网友说 他就是在向对岸呛吓啊 只是换一个方法呛吓而已 但是我不懂耶 你首战及中战难道不好吗 假设真的要一战的时候 你是要打到巷战 还是要打到什么什么什么 荒野战吗 来 第二个是要找马前总统的差 11%的人觉得 也是有可能啦 就故意啦 谁叫你们人家人家 520演说一演说完 你们要出来给人家 那就是赶快就给人家洗脸 那不是 那是4月10号就开始 对对对对 然后第三个 也有三成一的人觉得 其实他根本没有搞清楚 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选出来的一个总统 他到底懂不懂啊 你知道吗 就是懂不懂 这个让人觉得很担心 因为程度差 我不讳言就是 蔡英文至少带过路也会 蔡英文毕竟他这个 有国际经验 对对对 他有一些国际经验 那当然他的论文 到底是他自己写的 还是怎么回事不晓得 但看起来他对于国际关系 两岸关系 还稍微可能概念好一点点 当然他要怎么硬干 那是他的事 但是赖清德从头到尾 读医的嘛 医者人心嘛 那我不懂读医的人 是不是就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法律 但是我有很多朋友是医生后来 医生律师双执照对吧 但显然赖清德没有很认真在 是不是 是他真的不懂 还是没有人告诉他 还是他不想学习 这个很严重耶 其实董哥说他是因为很自卑啊 所以很故意 那你不懂两岸国际这些问题 你是不是应该要谦虚要多学 你身边没有任何一个木梁 可以告诉你 守战集中战这句话是谁讲的吗 那可能是明知故意这样讲 明知故意 那就是好那就可恶 如果他是程度差 我还可以原谅他 至少可以补习嘛 我不觉得他程度差 我觉得他是完全知道 只是他故意选择性 就像黄埔的谈话 他故意把蒋介石略掉一样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有蒋介石 而且他讲那个 所谓的那个什么 我们的什么两国论 他引用宪法第三条 第二条 他就是故意不赢 第四条跟中修条文 所以表示他根本知道嘛 来来来来 你刚刚谢界法好认真 已经找出宪法来了 说宪法的第一章第二条是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权体 OK啊 没错啊 但是他忘记了吗 后来我们有宪法 真的就是条文 同时我们也修了 就是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 人民关系条例 用来规范台湾地区 跟大陆地区人民的往来 这个台湾地区就指台湾 澎湖 金门 马祖 跟我们政府统治权所及的地方 大陆地区是指台湾地区以外的 中华民国领土 这个麻烦他 可不可以好好读一下 很简单啦 就在第二条而已啦 然后呢 台湾地区人民是指在台湾 设有户籍的人民 大陆地区人民是指在 大陆地区设有户籍的人民 那怎么会是两国呢 对 都是地区呀 我们从头到尾 我们的法律就是 宪法跟法律都这样规定 宪法都是说地区 那信德 你装傻啊 你又不是没当过立法委员 你好不好这个最基本的宪法 要读一读吧 好不好 我们连跑新闻都要好好 认真学习一下 不然以前 对不对 有一个人会 他那时候也蛮心海螺盘的 不得不说 每天啊 我跟你讲 两岸关系啊 就是在这个一中的架构之下 来来来 我来我来 我来当时啊 他说啊这个 哎呀 我们这个 对不对 我们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啊 对不对 然后是这个两岸 哎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他讲的是什么 在这 主权互不承认 治权互不否认 双方不是国内关系 也不是国际关系啊 对 他在这个接受很多外媒 从2008年他当选之后 就是外媒 甚至在接受中央设访问的时候 他都是这样说的 马英九都是这样的 两岸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 两岸请注意 不是两国 他从来没有讲过 两国这两个字 从来没有 他从来没有在他嘴巴里面 跑出来过 飞出来过 好不好 赖清德 不要在那边胡搞瞎搞 所以我看他那个 时代杂志那一篇 时代杂志封面就叫他岛主啊 不是吗 说The Islands President OK 岛主 赖岛主 好不好 因为现在这样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如果用赖清德 我们就被限流 没有 我就用这种东西以后 我就叫你赖岛主 借凡亮 小心 你会继续背民主 我没办法继续背民主啊 我要跟陈玉珍一样 宁可是怎么样 挺着胸膛倒下去好不好 是你的殉章 是你的光荣 OK 对 所以你看 这个马前总统都 我看他那天脸书文 已经写到这样子藏到 对不对 所以真的是 他说他 时代杂志一出来之后 马前总统说他口出狂言 又设词狡辩 他现在是已经气到冒烟了 对不对 最近还好吗 有帮他这样这样活吗 因为真的是很无耻啊 我先讲一下这个中天 这个民调很重要的民调 为什么你知道吗 各位朋友看一下这个59 是不是六成对不对 对 完全符合今年选举的结果 六成的民意反对 我们不要打仗 民进党的抗中宝台路线 对 所以六成的人认为 赖兴德是在向对方呛响 这个是完全符合主流民意 所以中天做的是主流民意 那为什么赖兴德 这样还是要这样做 因为他是 他是变成只有40%的总统 可是他又要继续 他就是用选举的战斗路线 他不断的战斗 因为他觉得只有40% 所以他除了战斗之外 他没有办法再去拓展 战斗就是劣劫吧 他利用这个偷天欢日 去劣解本来的国民党的支持者 这是他的行径 那我再回答你 马贤总统的心情 你刚刚念的马贤总统 这么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这么对两岸的路线 这么清楚 也是全世界都知道 他怎么去定位两岸 他连在中国大陆的湖南省 他都讲了一国两区了 结果你赖兴德还可以说 我这个跟马云九一样啊 谁说你跟他一样 你长得跟他一样吗 你有他帅吗 你英文有他好吗 你冷静一点 我真的气死了 你会再背民主 我的意思是说 对马云九来讲 你赖兴德讲你的新两国论 我觉得那个当然 你赖兴德要这样讲 他都当上总统 这是你责任自己承担 这是中华民国的危机啦 对 那你怎么可以拿我来背书呢 那这个东西又很好笑 赖兴德前一天拿马云九背书 后一天暗打马云九是投降主义 那你搞得我们好乱哦 你到底是要捧马云九 还是杀马云九 他就是爱马云九 所以我是觉得你刚刚讲的太好了 我是觉得说 马云九总统已经当了16年的总统 现在还要继续往第17年迈进吗 这是它是我们中华民国 永远的救援投手 所以这我 你不打职棒太可惜了 我说当国民党大部分的这些人 要跟马云九保持距离的时候 结果最爱马云九的 现在变成赖兴德总统 言必称马云九 今天讲马云九 明天讲马云九 然后好像生怕大家忘了马云九 对呀 连马云九想要好好的 这个过退休生活都没办法 每天动不动Cue他 那我当然觉得赖兴德 也不是这么的真的好心 他不是那么的乖心嘛总统 简单讲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因为打马 第一个他知道国民党 不会出来真的声援 第二个马云九确实是现在 蓝白阵营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因为当去年11月马云九 差点出成个蓝白盒了嘛 所以被视为蓝白群众 六成选票的代表人物就是马云九 因为今年4月10号 我们到大陆去见了这个大陆领导人 习近平的时候 习近平等于是用最高规格 来接待马云九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马云九代表的是 台湾的主流民意嘛 都是支持两岸交流 要和平 要交流 不要战争的主流民意 所以赖兴德知道 他就非常的堵什么 他非常的心里 非常的不高兴说 你凭什么4月10号到大陆去 然后习近平出来说中华民族 我想跟他喝个珍珠奶茶都喝完了 我要请他喝珍珠奶茶 他都不愿意 为什么他去你那边 我就是嫉妒你 所以赖兴德 当然心里面就有一些疙瘩了啦 所以他绝对不会接受 习近平讲的中华民族 他绝对不会接受习近平讲的 大家都可以商量 只要你承认是中国人 他就反其道而行 而且他更厉害的是 他直接把中华民族拿来 当成台独的工具 直接在黄埔见效的时候 把黄埔精神扭曲成台独的精神 这非常的可怕 又非常的危险 但是马银九就是他的工具 因为打了马银九 才能够让话题烧起来 然后也能够让国民党 保持这个沉默 这个东西是一石二鳥啊 让他的偷天换日 这样的一个策略继续进行 同时又让国民党噤声 让国民党以为说 他现在在打马银九 他讲两岸的事情 我们不要碰 所以就连蒋万安市长被问到 他也指说不要再弄一石形态 就是连这个赖兴德的策略 很简单粗暴了 都已经针对他的先人 蒋介石 蒋中正总统 濒临沉下了 国民党跟这个蒋万安市长 也只能够觉得说 这个议题跟他们现在关心的无关 已经不知道大军濒临成效 所以所以我说 简单讲那个戒凡 赖兴德不是爱马银九 他是想要马银九来杀国民党 非常简单 而如果没有 如果大家都放任 赖兴德继续这样子做 偷天换日的概念继续的做 我跟你讲 这样的六成名义 很快就会被他整个扭曲过来 他就会说你看 你看六成名义都支持我 抗中保台 你看连黄埔的精神 是要统一中国的见效精神 都可以变成说 我是要拒绝统一 要推动台独的这个 所谓的创效思想 这很可怕 但是我真的很欣慰我们中天做的这个网络民调 有六成人认为他在呛大陆 有三成人认为他自己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对啊 而且其实他这个不断的类似这种什么新两国论的发言 已经让马前总统在脸书上面 都已经写出一句话了 我跟你讲 这人通常都是当你还有能力做的时候 你就会想办法去做 当你已经没有能力的时候 就像我的话 我就会说这个耶稣 这个耶稣我交给你了 我只能求你了 那可能有其他信仰的人 就是不管是马祖也好啊什么 都交给你了 就是愿什么保佑了 马前总统都已经说愿上苍保佑中华民国了 这就表示怎么样 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对 就是我人能力 我人的能力已经做不到的时候 我只能就是托付给我的信仰 这样子 这个我要利用你这个节目做个科普 真的要落泪了 这是在赖兴德520就职演说之后 我是第一个讲他是新两国论 那最近很多朋友问我说 为什么我讲他新两国论 他跟李登辉的两国论有什么不一样 各位朋友 李登辉提出两国论1999年的时候 他那时候还是总统 他讲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不要忘记他那时候 还有一个国家统一委员会 所以李登辉的论述 你不见得认同他 当然大陆是反对 我们有很多人也不认同 但是李登辉的国与国的特殊关系 是指未来要成为一个中国的 他只是说我们现在是两国 未来要变成一国 所以叫国家统一委员会 可是赖兴德的新两国论是 我跟你是互不利属 我根本不承认未来我们要统一 我跟你毫无关系 但是你要来观光我欢迎 那请问为什么赖兴德不宣布 废掉陆委会呢 这直接外交部对外交部嘛 你跟他既然是国与国关系 两国互不隶属 你就用外交部对外交部嘛 不行啦 飞掉陆委会 他还是没有飞掉陆委会 有一些人没有地方放啦 你对啊 据说海基会跟陆委会 这八年增加了很多的缺 而且你看像大阿哥没有地方去 只有先去海基会休息一下 预防大阿哥对他有危险 先把他放到这个 先把那方也去休息一下 那你讲有道理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所以赖兴德的新两国论 比李登辉的两国 旧两国论还要危险 因为他连国家统一委员会 他都没有了 他就是要两国互不隶属 他就是要追求台湾 变成中华民国台独化 所以这个马前总统在脸书上 最后为什么会说 愿上苍保佑中华民国 因为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因为马前总统非常的痛心 对一个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才宣誓就职不到一个小时的人 马上就可以说 一个小时 台湾也是我们国家的名字 然后一个刚刚对 刚刚批评中华民国宪法 是灾难的人 马上又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宣誓就职之后 又马上把中华民国 转化成他的台独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路径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连美国现在的美国 也睁一只眼 睁一只眼 所以对马前总统来讲 现在的情势的危险 已经到了相当的危险的程度 而且我不会讲 马前总统也很灰心 我们4月10号到大陆去 习近平先生用 我觉得他是用很大的 我在你节目也讲过了 他用很大的善意跟诚意 说你只要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中华民族 我们就可以来谈 结果赖行政不甩 还甩他一个耳光 说他就是意思是说 你讲你的中华民族 我不鸟啦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两岸越来越紧张 然后520之后 马上发生一个环岛的军演 美国美国都吓到了 利剑 为什么美国吓到 有一个证据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在新加坡的下个礼大会议 他当面跟大陆的国防部长 董军讲什么话你知道吗 他说我拜托你喔 下次我打电话给你 你一定要接 这是奥斯汀跟董军讲的话 那接下来我翻译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定是前一阵子环台军演的时候 你们要出发之前告诉我一声 大陆这么迅速的发动军演 美国一定措手不及 所以他们的航空母舰 根本在外面嘛 奥斯汀一定急着打电话给董军 问他说你们到底要怎样 就董军不接 所以奥斯汀才会公开的拜托 拜托你 我下次打电话 你一定要接 所以连美国都吓一大跳 难道赖心得可以高枕无忧吗 那这个情境是谁造成的 还不是你不遵守中华民国宪法 硬推动新两国论造成的 那我们马前总统能够做都做了啊 我们去大陆帮你铺 这个铺铺一个这个路 让你可以跟大陆 气氛重新有好的 正好呢 然后官方课什么的又可以来 你不但铺冷水 你还甩他一个耳光 那对我们这些希望避战 推动和平 让台湾的老百姓 能够有和平繁荣的日子 过的人来讲 我们难道能 我们能够不失望吗 失望啊 把总统只能够祈求上天 上上保护中华民国吗 真的 因为现在我们也不是 所谓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在野党的主事者嘛 我们只是都退休了 那在野党的主事者是 朱立伦主席跟柯文哲主席嘛 那他们要去面对赖金德 用行政权把中华民国 变成台独化的 这样的一个这些路径 在野党要去监督啊 这是没错 不然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们只能够不断的 在你这个节目呼吁 然后你这个节目 我一呼吁 你又立刻被民主了 哈哈哈 哎我上次要找你的这个 找不到对不对 找不到啊 我不是发LINE给你说 为什么我上你的节目 我连搜寻都搜寻不到 没错 确实是 连我女 连我的女儿 因为她要支持妈妈 所以她有订阅啊 订阅都找不到我们节目啊 所以我说那些1450 或是那些这个帮民进党 护航的这些学者 或是媒体人啊 不要再欺骗自己良心的啦 你们说你们常常骂老公 潜质言论自由 管制什么网路 请问你民进党比较好吗 为什么樊哥的节目 我会看不到 其他的这个比较 这个言论比较不合你们胃口的 这些节目 我要搜寻我也搜寻不到 很容易搜寻都是那些 就是绿的或者是 最近立场跟你们 比较契合的节目 或者是以前呢 曾经信马过的啦 突然改信的这种节目 就很多人 有这样的人嘛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其实 回过头来讲 这个首战集中战 他推给马英九 真的太可笑了啦 来我告诉大家一下 首战集中战 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林楚英 林楚英呢这个要 小续城多读书 那我们也请林楚英 也要多读书 来你看资料这么多在这里 你也可以回去好好读一下 林楚英说啊 首战集中战确实是 蔡政府时期 国防安全研究院的一个报告 但是不能说成是我方的政策哦 那顾立雄就回答他说 哦这个是中共方面的主观期待 在1998年解放军报 有类似的说法 不是我方的想法哦 所以是怎样呢 当时你们 你们蔡英文总统的报告 写的这个样子 那马英九当时讲了 然后现在都不是我方的想法 许晓星就讲了 那如果你再往前去看 除了2009年的国防报告书 有讲这个中共强调的是 速战速决 首战决胜 更早之前陆委会的前主委 陈明同阿通诗的博士论文 不知道是不是抄的 我相信阿通诗本人 应该不是抄的啦 他就有说过 中共攻台追求的就是 首战集决战的 速战速决 所以首战集中战 这五个字并不是 从马英九原创 而且马英九也没有说 因为这样 所以他就要投降 没有啊 对 所以蓝星的这个 有一点硬拗呢 哦 不是硬拗而已哦 那个凡哥啊 林楚音 我想你也认识 我们大概是 我不认识 你不认识啊 对对对 楚音大概是老朋友 我看到昨天在电视前面 讲得很勉强哦 可能是被要求出来讲的 呃 因为他先生 就是管路委会的啦 对 这个老朋友骂我 我也笑一笑啦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 林楚音委员哦 对不起哦 刚刚凡哥已经讲得清楚了 所有首战集中战的研究 都是你们民进党的 阿通诗 陈明通 你们民进党的吧 2018年的蔡英文总统 当总统的时候 国王部长是民进党任命的吧 国家安全研究院的报告 你们难道你们都背数啦 顾立雄部长 你在2020年5月20号 变成国安会秘书长 这个报告还在啊 你现在出来骂说这是投降主义 那当时你怎么不讲话 你国安会秘书长的时候 你就认同这份报告 那你现在当部长了 你就说这是投降主义 所以我现在问赖金德总统 你骂投降主义 是不是在骂蔡英文跟当时的顾立雄 他哪敢骂蔡英文啊 不得了骂蔡英文 那你这样子 那那个谁啊 金海罗盘又会被叫出啦 你只要所有研究 中共的解放军的战略 叫首战集中战的人 只要有人这样讲 你就说他是投降主义 那对不起 那你在骂的是赖金德 赖金德你骂的是蔡英文 顾立雄 还有当时的国王部长是什么 我不知道冯士宽或是谁 我忘记了 应该是冯士宽 或者是颜德发 Anyway 林处义委员 你骂的是不是当时的这些人 还有你们的阿通师 这个陈明通 当过国安局长 当过陆委会主委的人 你们是不是在骂这些人 投降主义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请你想清楚 不要栽赃到马银九 不要栽赃到国民党 许晓鑫委员昨天也要求 这个顾立雄说是谁啊 顾立雄也想不出来是谁啊 顾立雄还不是说 你讲是谁啊 我跟你一起骂他 但想不出来是谁啊 所以记者跑来问我 我就说顾立雄 当过这么多年的 国安会秘书长 现在又接国安部长 如果连他都不知道是谁 那请问还有谁知道 那难道賴清德总统 他是在骂一个鬼吗 他没有在骂人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简单讲啦 首战集中战既然是你民进党提的 你现在要把他硬拗成 这个是马银九 或者国民党了 那表示他们在做一个 很可怕的一个阴谋 就是他现在定调哦 只要你认为这个因为战争 有很大的风险 所以要避战的人 我都说你是投降主义 他这是衍生嘛 所以今天他就是说 你今天马银九不是说 你提到我们民进党时期 提到了首战集中战 所以你呼吁大家要谨慎 不要去轻易的启动战争 你这样的人就是投降主义 那这个意思是说 以后只要有任何人 来营的人讲说我们要避战 我们不要 我们投降主义 我们不要引战 你就投降主义 哎这很可怕 那然后他的这些后啊 沈柏洋这些人就全部出来了 就开始说第五重队 然后你们这些是中共同路人 然后开始在 有情理学者不是说 要掉路灯名单吗 开始这些人要掉路灯 简单讲就是说 只要两岸一紧张 这些人第一个开刀的 就是马银九 或是这样马银九闷 就是我们这些支持 两岸交流支持要避战谋合的人 他们第一个抓出来忌情 就是中华民国派啦 所以很危险哦 我是嗅到那种很不好的气氛 所以我在你这个节目 也都是大声激怒啊 就是说那个亮哥也已经 昨天就直接讲说 他根本就是想要北韩化了嘛 他已经开始在 对他已经在做这个北韩化了 他已经在设定清洗名单了 对 所以洗涤人性 洗涤人性开始了 洗涤人性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在开始列 你要洗涤你就自己洗 你为什么老是叫马银九帮你洗呢 真的很奇怪 因为他知道马银九以后 就是他第一个名单嘛 第五众队第一 没有 所谓的投降 投降主义第一名马银九 第五众队第一个名单马银九 掉落的名单第一个马银九 他就是要把马银九弄上来 而且他很聪明 他知道国民党现在 没有人会把马银九 不会送给马银九 所以他现在要把马银九 全部都列出来 然后这个东西是 反正马银九代表的精神 只要被打垮 那蓝银的精神的指标就没有了 那他这个偷天欢日成功了 现在你请各位朋友看看 我们现在蓝银主要的领导人物 讲到两岸议题的时候 是不是都其实都是在讲 赖兴德总统的语言 什么我们也要互主权 我们要备战 我们要这个 备战不求战 每次只要有发生 这个所谓的军演什么的 我们国民党不得不 立刻跳出来谴责中共 我们当然也不希望中共这样做 但是我们必须讲 我们的人 我们的总统抛了新两国论 违反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我们不能先检讨自己吗 结果现在就是说 大家都已经完全的跟着 这个赖兴德 偷天欢日之后的论述走 所以这个对国民党的论述的根基 是很深的一个侵蚀跟打击 那我真的觉得 这就是赖兴德的一个图谋 他就是要在2026年 2028年以前 把国民党的论述全部掏空 把黄埔的精神 全部转移成台独的精神 把中华民国变成台湾 这是他的图谋 但是我们的这个民众眼睛是雪亮的 你们的民调数字非常清楚 但是我们国民党不能只有许小新 不能只有罗志强 不能只有马英九 你们一定要勇敢的站出来 去拆穿赖清德的偷天欢日 我刚刚讲的有三个偷天欢日 未来会有更多的偷天欢日 他会不断的在你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转换你的概念 把两国变成两岸 把中华民国变成台湾 把黄埔精神变成台独精神 然后不断的去挑动 国民党内的一些矛盾 不断的去把国民党所谓的 本土派要选县长的人 你看那个谢一凤 苦道好朋友 想选招到县长 他吴霍霖就跑到 就演说去了 所以可见在部分的舆论 跟媒体人 去恐吓之下 国民党还是乖乖的去参加 他的就职演说 在赖清德的就职演说下 被他洗脸 是啊 真的是坐在那里 多尴尬啊 尴尬到极点 那这个就只是一个开始 真的是 那时候我们就有几乎 尤其是上一个星期五 你们国民党立委 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 就别去了吧 非要去 真奇怪 好 这个还有啊 守战不中战 那你要怎么办呢 以你现在的状况 这个赖岛主 以你现在你跪岛的状况 你是有办法可以撑多久吗 你可以撑多久吗 不晓得耶 光一个联合利剑 A 就已经把他吓得批批插 对不对 然后呢 人家随便一个退休的庭长 开了一个破船 可以在你淡水里面 晃个半个小时 没有人发现他 逼着他点掉去撞船说 你们怎么都没有找到我 这样子 现在状况已经这样 那这个联合利剑A呢 当时张伍岳老师是说 有A就B C D 只是接下来的强度是怎么样 好 那就有待我们这边 有没有释出善意 那他也说这个6月15号的海峡论坛 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如果呢 双方都有胜意 海峡论坛就会是这个开开心心的 春暖花开的 假设海峡论坛依旧是冰冻的 那未来的四年 大家就别晚了这样子 那很显然啊 海峡论坛有没有 就是梁文杰就出来讲了啊 那就是一个统战的地方啊 完蛋了 谢谢大家 我跟大家说 请大家要坚强 未来四年靠自己了 好不好 请坚强 因为这个政府没有打算要 在两岸关系上多做任何一点事情 然后也没有打算要真的保护我们 假设真的一旦有战争 因为这个兵哥一直说很可能 假设一旦有战争 不是恐吓大家 空军一号就会载着 我们的岛主落跑了 搞不好还会顺便带上 他的法律国防部长 这个他们也练过了 这是到关岛去了 好 对就是到关岛去嘛 所以他有地方可以退 我们呢 没有 对不对 好 那还有呢 就是 呃 你如果真的守战不中战 你打死不投降 要打仗打到底 死 不要死别人的孩子啊 对不对 你的儿子 你的孙子 快快快 从美国回来 来 回来 你们就占第一线 好不好 你有种占第一线 我佩服你 我还帮你拍手 不要躲在美国 没我们死别人的孩子 死不完 死不完啊 对吗 人家儿子现在都是少子化 一家都一个儿子一个宝贝 凭什么你儿子在美国不用回来 对不对 你孙子不用回来 都回来啊 回来打仗啊 守战 守战不要中战 你就继续跟他敖战 就这样子 好不好 就敖战到底 你就跟乌克兰一样 就是泽伦斯基这位岛主 然后还有呢 再来 前邦交国吉里巴斯 也是蔡英文任内断掉了 已经不承认 我们中华民国的护照 那未来还会不会 再继续发生这样子 可能会 这是一个骨牌效应 有一个骨牌效应对不对 我其实要讲 介法你刚刚讲到 一个让很沉重的话题 就是未来我们怎么办 这个我们刚刚花了很多时间 在讨论赖清德的图谋 当然我觉得最伤的是国民党 所以但是这个我们讨论过了 国民党要有自觉 对 可是重点还是在 我们外面的两大强权 怎么来做 那当然我们很希望 大陆要有定力 最近那个金融时报的爆料 经过各方的回应 我看应该是真的 就是习近平去年 向欧盟的冯德莱恩抱怨说 美国要一直希望能够 那个塞狼这个战争 但是它不会上当 各位啊 最近这个事情是铁真正的事实 为什么 因为最近有一个 美国的媒体人自己在推特写 他去问了印太司令 美国印太司令 结果印太司令说 你这个两岸要怎么搞 他说我要把两岸 就简单啊 台海变成地狱就好了 简单讲就是台海变成 血流成河 模拟图 这就是美国的策略 而是说一个印太司令 是美国军方在这个区域的 最高代表 他讲的话 其实是跟一个媒体人讲的 这个绝对是事实 所以简单讲 美国就是有一派人 讲白了 他就是要让台湾变成 第二个乌克兰 死 就是你记不记得拜登那时候说 在乌克兰战争发生的时候 一开始他说 我们站到最后一兵一主 那时候其实后来 现在大家终于知道真相了 最后一兵一主是乌克兰人啊 不是美国人啊 美国人没有去 美国人就一直给你武器 让你们去站到一兵一主 你刚刚讲到一个 台湾的谚语讲太好了 把男孩子死不掉 台湾的孩子死不完啦 所以如果今天 就如习近平跟风德莱恩抱怨的 美国的策略是要把台海 卷起战争 消耗大陆的话 那很简单 死的都是台湾的小孩 台湾的子弟兵 不关美国的事 美国提供武器 提供这个什么类的弹药 对不起死的都是台湾人 哦对 国防部长顾立雄 昨天在立法院又讲了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飞弹 等一下我找一下 这个年底就会到了 怎样 真的准备要打仗 就是这个意思吗 你刚刚讲的那个 赖兴德总统 基于多年来 对他的这个尊敬 我认为关键时候 他还是会让他的儿子 儿孙子回来了 真的啊 但是问题是 那对台湾有帮助吗 我们现在台湾就是 已经变成这个 布林肯讲的 我们在菜单上了 我们随时会被卷入战火 我们随时会被拿来烤 我们已经是在菜单上的 一个鱼肉了 请问你我们台湾人的安全 台湾人的福祉怎么办 我今天为什么虽然是老朋友 我还是批评那个赖总统 是引战的总统 你在520就职到黄埔的这个谈话 中间有时代杂志的专访 你每一个话都是在引战 因为你巴不得老共发生战争嘛 新两国论然后又不断的把中华民国 给台独化 不断的去刺激刺激刺激 请问你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难道真的就如那个 美国印太司令讲的 你要让台湾变成地狱吗 那我们马银酒 跟我们这些马银酒们 就是希望台湾人的安全 能够得到保障 结果你今天反其道而行 像我跟你说那个有一个 美国的鹰派前国家安全副顾问 叫博明嘛 这个人也蛮可恶的 他最近出一本书 他意思是说 要美国不但不能跟中国竞争 他要打败中国啊 要打败中国的点就是在台湾 沸腾的海峡 对不起哦 博明的话马上被 这个美国国务院的 亚太的最高的决策 坎贝尔副国务卿打脸 坎贝尔说对不起哦 你博明这个建议太过鲁莽 美国现在唯一比较理性的一派 是在国务院啊 但是当然疯狂很多啦 军方啦 尤其是11月 军火商啦 军工夫二帝 选完之后不知道是谁的 现在还不知道是谁 所以在美国平民疯狂的时候 我们除了寄望大陆领导人 习近平要有兵力之外 我们自己人也要 我们自己人要有声音出来啊 要阻止赖总统 这样的一个疯狂的一个作为啊 偷天换日是为了民进党的选举 那就算了 可是你赔上的是台湾人的安全 这是确实是 因为40%的总统 你自己讲的哦 520就之前说你讲的 多数尊重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 你40%力都少数嘛 你少数可是60%的人 是希望不要战争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服从 不要战争 没有 我只有40%没没 我要把你60%通通洗到跟我一样 他就是要洗啊 慢慢洗啊 我通通洗到 我就是我40% 但是我没有要这个服从你的60% 我就是把你们洗成跟我一样 通通变成台独派 不断的洗 对 就是接下来的四年 我们大家就准备接受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很那个 你看像网友也讲 有本事你先去立法院站啦 连去立法院做个 国情咨文报告对不对 你选前自己说OK的 现在你要复一 好 对不对 真的是换了位置 换了位置 换了脑袋 前面讲的话 后面立刻翻脸不认人哦 然后内政问题一大堆 你要跟人家战个什么鬼 好 讲一个内政问题 刚刚我们还在嘲笑 在哪里去了 在在在我手机 对 你看我资料太多了 真的实在是 所以你们知道 我多用心在做节目 所以当大家看不到 没有那个连结的时候 这么用心在做节目 是不是很可怜 千万不能被民主 对 千万不能被民主 赖清德总统又来了 他接见某个工商协进会 呼吁企业主啊 你们要帮你们的员工加薪啊 这样子 那就跟蔡英文没有两样嘛 总统我要加薪 问你老板啊 对不对 不是我的事 不是我这个的事情 然后他一度还说什么 希望企业盖宿舍 给这些员工啦 奇怪 你不是劳动部 都不用做事了 都推给企业就好了 好 立刻呢 这个卓榮泰就catch到了 所以卓榮泰呢就说 八月的时候要成立一个 经济发展委员会 然后权力拼经济 我最近看到这个时候 我就心里想说 经济发展委员会 就简称金发会 不是 本国的这个架构 政府架构 不就有一个金发会吗 你要成立这又是什么东西啊 跌床架务不知道为什么 对啊 这是金发会上的金发会 就是更多位置更多资源 更多位置更多资源 更多钱通通弄下去 不过我跟讲 现在国民党人数比较多 你们还想要再把那些预算 这样子降稿 没有那么容易了啦 但是我只是觉得很荒唐说 为什么还要再成立一个 经济发展委员会 我们是不是本来就有一个 经济发展委员会 有啊 一直都有相关的单位 金发会啊 我记得还有主委嘛 对不对 所以啊 是是是 是到底是你们 已经执政也不久 也很久了嘛 怎么我可不清楚 他要有哪些单位 好奇怪 真的你知道 内政都搞不好 你要跟人家战什么 我们的网友大家都笑啊 都笑说真的是 那个打仗的时候 第一波麻烦那40%的人 你们先去当炮灰啦 他们会先跑掉是不是 真的 所以呢 黑熊 你不相信黑熊的实力吗 真的是 哎 有资格 有实力 你才有资格谈和平啦 对 然后你没有实力 你一天到晚给人家嘴 就是一直斗鸡 然后一直惹毛人家 结果害惨了会是谁 会是谁 是我们 所以各位观众 大家要知道那是我们 虽然我觉得现在可能看到的人 应该是不多 但是我还是要讲啊 我今天秉持一个媒体人的良心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样子 我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对 我没有说改变说什么今天 哎呀 因为他当总统 我对我说讲他好话啊 他会不会对我好一点 我流量就会好一点 不好意思喔 我不是这种人啊 对对 所以呢这个 我东北妞 东北个性好不好 好爽的 帆哥 对 好就这样子 我最后要讲一下 最新的一个 刚刚火出来的一个民调 台湾民意基金会 赖兴德声望重挫近10个百分点 流失200万人支持 这个我们今天分析 赖总统的一些策略 除了提醒国民党要小心之外 赖总统你这样做 一个月内流失10个百分点 你以为人民的眼睛是瞎的吗 中天的民调已经说明了 人民并不傻 人民要的是和平 没错 台湾人很聪明 所以我是拜托赖总统 还是回到正途啦 你现在只有40% 你努力做改革做内政 我们都支持 但是不要再搞两岸 不要再搞统獨 你不懂就不要做啦 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 应该不是懒的吧 你已经流失了10个百分点 哦 好绿耶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警讯 今天对赖总统是警讯 对国民党也是警讯 嗯 各位国民党也是警讯 国民党其实真的也是要 赶快组织起来啦 不要这个总统选输了 好像什么事就都没办法 但我还是要帮国民党立委 按赞 按赞 他们真的很努力 立法院整个气势是很高 这个礼拜又是战斗中 对对对 然后我星期五又要去现场了 因为星期五他们要表决 假动嘛 因为没有人可以来上节目啊 我只有去现场找人啊 那这样一定很好看 哈哈哈哈 好所以总之这个星期二到星期 每天中午都还有 现场面对面 请大家用力去搜寻好不好 你努力搜一定还是可以搜 你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总之你还是会找到的 请你尽量找到我的连结 把它分享出去 让大家看到这个 就是说真话 真的是说真话 我没有要骗你们的意思 因为我也很想安居乐业 我小孩才小 对我们也很想就是 就是长长久久 对不对 日子过得好好的 没有必要打仗好不好 对那你重点是 不要再欺负我们家马英九 前总统了 人家老先生好好退休 然后这个 这个什么叫什么 憨疑弄孙 一直敢冲一直敢冲 你要冲啥 没有啦 我看他还是会继续弄 因为我刚刚已经分析过了 弄马英九是有他的战略意义 弄一次我又出来骂你一次 就这样子 那你会被民主啊 我一直被民主啊 又再次被民主 不行 我捍卫马总统 好 谢谢 谢谢啦 谢谢旭诚哥 今天我们把这个事情 这个讲的也都真的是很清楚 从一开始 他的这个三步骤 到目前为止是三步骤 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步了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那明天中午同一时间 12点 欢迎大家去收看线上面对面 感谢大家 我们再会喽 拜拜 消费就能以100元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购物体验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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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율春 一 格好 520元加购物体验 汴讽购物体验